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家庭版麻辣烤鱼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只处理好干净的鲁鱼 放上几个姜片 青葱 再加入一茶匙的盐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孜然粉 然后把它涂抹均匀 把鲁鱼的内部也涂抹均匀 涂好之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10斑大蒜把它对半切开 一块生姜把它切成片 一把青葱把它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五个干辣椒把它剪成小段 再准备一把花椒粒 接下来准备一个莲藕把它切成片 准备四个刀薄把它对半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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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八个鱼盐和一把的豆芽 腌制好的鲁鱼 腌制好的鲁鱼 把青葱和姜片拿掉 然后撒上一勺玉米淀粉 在表面把它涂抹均匀 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 放入豆芽、莲藕、鱼盐和豆卜焯水 炒至断生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把它沥干水分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入多一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鲁鱼 用中火炸 不停的往鲁鱼身上泼油 让它受热均匀 把鲁鱼炸至金黄色 金黄色之后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把它沥干油分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留下少许食用油 放入大蒜、姜片、干辣椒、花椒和青葱爆香 爆香之后加入一包麻辣火锅底料 把它分炒均匀 炒至火锅底料完全的融化 然后加入6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加入600毫升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开大火煮开 煮开 煮开之后熄火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锅 放入豆芽、莲藕、鱼盐和豆腐 把它铺均匀 再放上炸好的鲁鱼 然后淋上煮好的麻辣汤汁 最后再撒上一把香菜 开大火把汤汁烧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家庭版麻辣烤鱼就做好啦 想吃烤鱼在家自己也能做 再也不用花钱出门吃了 麻辣鲜香简单方便又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